1947年秋 我禁察继野战军完成了对华北重镇赵州的包围和分割 赵州一手难攻 为此我军派出友好人士吴祥国秘密潜入赵州 劝说城防警备司令宋宏如起义投诚 但情报泄露 军情局派出杀手宋平平 秘密跟踪吴祥国回到保定的家中将其暗杀 杀手 背叛党国者 死 军情局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 草菅人命 引起轩然大波 成为轰动河北省的大案 为平息事态 最终以债务纠纷 卸私愤杀人之名 草草结案 吴祥国的被害 使策反宋鸿儒 进而和平解放赵州的工作 陷入僵局 为此 我军区紧急启动 长期潜伏敌营的 侦察英雄陆江波 由他全权负责后续工作 陆江波火曦 宋鸿儒的大女儿夏青 数月前在海外遭遇海难失踪 二女儿宋平平 又被捕入狱的情况 大胆制定了应急计划 派遣我军区 敌公干事赵永梅 以宋鸿儒大女儿夏青的身份 打入宋府 利用妇女关系 开展策反工作 平平平 我只想来见你一名 平平 平平 我知道你因为你妈的死而恨 可我是你的亲爹呀 我对你不会见死不救的 但是国有国法 君有君归呀 宋剑友 我非公归 歌手 そ 陈简便 您真沉得入气呀 今晚一过 国防部再不下特赦令 宋组长可就要掉脑袋了 娄子捅大了 华北角总刚成立 当初也没想到 会让傅作义出山 吴翔国是傅作义的亲信 傅作义不会善罢甘休 您干脆 直接给黄学长打电话吧 要不然就真来不及了 打也来不及了 我来邵州上任 跟菊作提的唯一条件 就是说服当局特赦宋萍萍 看来菊作这回真是 无力回天了 主长 都准备好了 这是行动计划 拿去好好看看 这事要是一干天 可要被捅个大窟窿啊 您真敢啊 我当然敢 由你带队做得干净的 是 保定绥靖公署 特别军事法庭刑事判决书 被告宋萍萍 女 民国十四年生人 河北省赵州市人 国军枕边第七军尚尉组长 自已与被害人张环随禁公署 河北联络处主任吴祥国 存债务纠纷 怀恨在心 于民国三十六年四月五日晚 潜入吴祥国府邸 残忍杀害吴及其卫兵五人 以上犯罪事实 经本庭长达两个月的审理 证据确凿 被告供认不讳 战史当前 被告指国法和党国利益于不顾 因个人恩怨 谋杀党国高级官员 依照军事法庭审判条例之第一条 第四条之第二款 判处死刑 执行枪决 听听 闪人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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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走 事已经办完了 钱我们也收到了 那我们撤了 多谢了啊 走 给他们把枪都换了 把他们伪装成共挡 是 是 宋平平被劫 局势急转直下 陆江波火速赶到保定 陆江波的公开身份 是北平市党部稽查专员 他决定 利用副作义与南京国防部的矛盾 先一步把急迟大案的侦查权 牢牢抓在手里 副总的吉爹 此求宋平平 于金晨赴刑场途中被劫走 即刻成立专案组 由陆专员专务此案 各党部各部门通力配合 将凶手尽快缉纳归案 各位 都坐吧 副总 我下了令 我也就不再客气了 宋平平的资料 外形特征 都在册子上 我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 今天午夜之前 我要听到消息 陆专员 你动用保定党部查案 那得经过我们邓主任 签字批准才行啊 邓主任公务繁忙 眼下正在北平开会 那您的眼下之意是 不管是谁 也不能坏了规矩 华北角总的规矩是 剑电文如剑副总 你现在知道规矩了吗 我跟了副总 这么多年 我从来没见他 发过这么大的火 你也是吃宫粮出身的 副总 下令让你们通力配合我 你们该怎么做 还需要我再提醒呢 陆少爷 刚得到消息 军情局刑动三处处长 楚明凡 刚调任整区军击查处长 先斩后奏 这事是他干的 也只有他敢干 出错 宋组长已成功逃脱 曹队长接到他们 回店 按计划回朝 是 关于劫持法场案件的 侦破进展情况就是这些 下面请提问 请假 我是新民报记者夏清 官方认为宋平定是被共党劫持 请问现场除了遗留的 共党装备以外 是否还有进一步证据 根据现场被击毙劫匪的枪支 和身上遗留的证件 身份业已查明 是清院县共党游击队成员 由此初步认定是共产党所为 证据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子安幕后是否还有隐情 共党所为的说法 是否为了掩人耳目 无可奉告 稍 occurs 镝江坡 代号中天门 长期潜伏敌营 是赵州此次策反计划的制定者和执行者 宋平平被劫打乱了陆江波原来的部署 赵永梅的身份将面临暴露 绝不能让宋平平回到赵州 陆江波知道必须开始行动 中天门紧急呼叫 中天门紧急呼叫 目标自保定逃脱后 目的地已为赵州 潜伏计划受到严重威胁 十万火急 望沿途调动部队拦截 务必得手 目标擅长读书 手段很辣 极为危险 提高防范等级为最高级别 望各部队沿途撒网 各关卡严密盘查 必要时无需请示 可直接将其击毙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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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局通讯驻集电 嗯 他们一直监听的中天门出现异动 什么 中天门 对 这个波段和呼号 长时间处于静摩状态 要不是十万火急 轻易不会启用 嗯 中天门 共军的谍报高手啊 我们神交已久 如今又狭路相逢了 出错果然亮得不错 冲你来的 您共产党都得查一下 真热 见机行事 走 从宝定到赵州 只有百余公里 有一半在我野战军所属部队的控制之下 所有交通要道都被层层射抢 严密把守 杀手宋萍萍 插翅难逃 好 坐坐 走啊 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啊 我们是汇丰商行的 呃 去送了趟货 趟回来 你们的货车呢 我们货车去送货了 啊 就我们几个回来了 老总 他有风寒 小心别把你招上了 别叫我 老总 我们是解放军 请叫我同志 啊 同志 同志 嗯 走吧 哎 好 谢谢 走走走 快 走走走走 站住 走 追 走 怎么办 看到没有分开走 好 回去回合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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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林一江 抓活的 跑不了 站住 站住 能确定吗 确定 在旺渡县抓到的 被共党驾回军区了 这反抗了没有 死了 吴冠 军情局的人 楚座 我们的人在旺渡被抓了 牺牲了大半 共军目标很明确 就是奔着宋平平组组长去的 越来越奇怪了 共军为什么插上一脚 他们目的何在呀 还站着干什么 派人接应去 是 你必须马上撤回解放区 这是中天门的指令 不 我需要赶快赵州 把伤后处理干净 赵州换了鸡刹猪头头子 正在到处抓人 这次杰宋平平 就是他干的 管不了那么多了 伤后不处理 以后麻烦跟他 这样吧 马上坐火车回去 给你一天时间 快进快出 好 楚座 这是你要的赵州警备司令宋宏如 和她大女儿夏清的全部资料 一切都对上后了 是 我的宋司令啊 难怪伪座对你不放心 果然是事出有因 传令下去调动所有的人力物力 营救宋平平 是 宋平平 你真是牵一放 而动全身哪 楚明凡知道 宋司令在赵州手握重兵 国共双方都密切瞩目 一切迹象表明 共党已经先下手为强 如果说布局赵州是一盘棋 那么宋司令的二女儿宋平平 就是起眼 有了宋平平 就可以牵制监控宋宏如 一定得把宋平平救回来 送吧 送平平是吗 回答问题 你们抓错人了 抓错人了 我看你是想赖过去吧 撂撂你的底吧 爸 你在军情局四大金刚当中 代号朱雀 赵州警卫局司令 宋宏如的女儿 五年前你离家出走 参加了擎川特训班 两个月前你又奉命来到宝殿 执行刺杀行动 怎么样 我说得对吗 你都对我了解得这么清楚了 咱们还审什么呢 这样吧 我们聊聊你 你姓什么 叫什么 年龄多大 家住那里 看你年纪并不大 你应该还没娶老婆吧 规矩点 我投诚 我有重大情报 说 不过我渴了 我要先喝水 走 救命 心跳怎么样 我们刚才碰到没碰过的 就审着审着就 出乎损断是突发心脏病 不对 这件事有点怪 这样 先把尸体放在太平间 不许任何人靠近 让专业开手 过得我给军区汇报一下 喂 军区保卫部 明白了 部长 宋明明在接触死穴时 突发心脏病 送到医院已经违救了 什么 死了 通知医院留人 停使汪家走 多派几个人手盯着尸体 是 保定那边有什么动静吗 保定导部全体出动 负责这些行动是 北平派来的陆专员 陆江波 老朋友了 行动这么乱 这可不是你的风骨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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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不好了 来电人 宋盛被杀了 宋平平跑了 刑事急转至下 陆江波判断 他一定会转乘火车逃往赵州 于是派驻守杨子 带人登上火车伺机追杀 杨子刚刚上车 立刻发现了宋平平 傅座 定州站先报 称在火车站发现一伙人潜伏 情绩可疑 身份不明 这是陆江波的人 嗅着气味跟过来了 定州是咱们的地盘 放手干吧 回电 按计划行事 是 陆江波 你想玩 我陪着你 格林队 莫表委 宋平平此时离开了人群 这是个绝好的下手时机 杨子不知手下做好准备 自己则悄然跟上 很快 杨子感觉到 自己身边杀鸡四伏 原来军情局早有察觉 他们埋伏在乘客当中 提前发起的攻击 一时间刀光剑 蓄光四剑 案子关了 咱乐 宋平 布林 deonn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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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闪开 赞开 给 放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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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车里这个人是党国通缉的药犯 所以我警备部线病队要把他押走候审 上报南京 等候最后的裁决 大人 上 等等 司令 我这里刚刚接到南京的加急电报 自读杀吴祥国之死刑犯宋平平一案 经查明七人已正式被共党所接 帮有关各方平息事态解除纷争 共同完成堪乱大计 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居正字 特色令 特色令 既然大家都想见 出来吧 当看见从汽车里走出来的人不是宋平平时 陆江波知道 努力落空了 这时的宋平平一定被楚明凡秘密送回了赵州 而冒名顶替宋府大小姐的赵永梅 将面临暴露的灭顶之灾 天边若隐若现的闪电和雷声提醒着陆江波 一场生死存亡的决斗将在赵州大地上演 夏清 刚从宝殿回来就又要出差啊 社长让我去趟邯郸 还得准备资料的 行 那我先走了啊 再见 下面请听金嗓子周旋的花外留音 这是信号 这是紧急撤离的信号 之前可怕的预感果然实现 自从冒名顶替大陆送到人家 他每天都绷紧了神经 这次从宝定赶回来 他已经做好了撤离的各种准备 现在唯一担心的是 撤退以后 宋宏竹的策访工作怎么办 一切都将重新来过 中天门 见你可真难 刚见面就又得分开了 我是来告诉你一个坏消息的 宋平平跑了 你这还要糟糕 他已经回首 早走了 之前给过你指示 你为什么没走 他不是已经落网了吗 是被三宗抓住了 我得到消息以后心里不踏实 就连夜赶过去 可是没想到 宋平平不会是下毒专家 他事先服用了一种 进口的新型药剂 能让脉搏 短时间内停止跳动 造成疑死的假象 并无法查明死 你现在马上回去收拾 撤离抓住 撤离抓住 整个都没有 到底是不是 他就像他一样 还给我 我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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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担待 属下也不敢把生命做成熟饭 宋平平归了队 河豚计划正式启动 局座放心 赵州那一切军政动态 全在属下的严密监控之下 连只鸟都飞不出去 局座高瞻远瞩 共军的确盯上了 继随系的宋宏戎 他的六十八军和骑兵旅 我都已派了引线 属下绝不让赵州 出现第二个高州军 是 出错 行动组宋平平归队报到 知道我们 为什么不顾一切地 把你救出来吗 知道 因为宋洪如 你只说对了一半 去看 仔细看看 夏清内心十分难受 潜入宋家的两个月来 这个截然一身的老人 已经把他当成了亲生女儿 让从小失去双亲的夏清 感受到了浓浓的父爱 夏清十分清楚 这一别将再难相见 浓浓被男情方面特赦了 我欠你一条命 你想我做什么 夏清夏小姐 是你同父异母的姐姐 我没有这个姐姐 是你小妈生的不佳 那同样也是宋司令的骨肉啊 母女俩一对见乎 当年她母女被你母亲排挤 远渡重阳移民加拿大 你应该对他们愧疚才对啊 愧疚 如果不是他们母女俩 我母亲根本不会死 你们家那些事我不感兴趣 我感兴趣的是 眼下你这个姐姐就在赵州 住在老爷子府上 她什么时候回来的 三个月前 她们母女在魁北克越的海难 她捡了条命回来 投靠了老爷子 当时已正在住大狱 这事你不知道吗 婷婷啊 好事啊 回家认认亲吧 请你以后不要跟我提交 我没有这个交 爸 别不把卫民当回事儿 千万别再吃凉的了 还有 药我都给你准备好了 一定要记得按时吃 陆上一定要小心 陆上一定要小心 可现在 共军兵临城下 你这个姐姐早不回来 晚不回来 偏偏这个时候回来 是不是太巧了 共军最善内部瓦解 策反攻心 邯郸高树兴华变了新八军 眼下令尊手握兵权 与公于私 你都应该回府上看看 姐俩叙叙旧 爸跟您说了多少回了 不让您抽 不让您抽 让您慢慢记得 您看您 不抽了 不抽了 我看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